对手,即将大结局,一切都像进入了快车道,速度快地令人猝不及防 李小满的身世 其实从很早的时候,就有人猜测李小满的身世 方向只有两个,要么她就是丁美希和李唐的女儿,要么她就是丁美希和李玉的 前一种,最没有漏洞 当初三人跳海逃跑,新竹不知去向,只留下了花莲和桃园两人互相依靠 没办法回去,只能留守煞舟,两人以夫妻的身份更适合做掩护 那么,李小满作为两人婚姻的结晶,正常且自然 再加上李唐一直对李小满的那种爱护,几乎不逊于任何一个亲生父亲 还记得一家人准备去武夷山那个雨夜吗? 即使李小满当着李唐的面,骂她是窝囊废 李唐都不曾动李小满一根手指头 可是悬念揭晓,李小满还真是林玉的女儿 之前就猜测,李小满有可能是林玉的女儿 因为这样的伏笔,可以为后来的剧情做反转和制造更大的戏剧冲突 此外,剧情也一直在暗示 比如说,李小满已经是个高中生 丁美希和李唐还一直想要一个二胎 这就从侧面暗示,李小满不是李唐的亲生女儿 而丁美希一直想为她生一个孩子 果然,该来的还是来了 为了逼李唐就范,让她甘心地为自己背锅 林玉还是对李小满下手了 所以,大结局就看林玉会不会因为李小满是她的女儿 而留下什么大的破绽 因为这个人,确实就像鲶鱼一样滑溜 其实比李小满的身世更别扭的 是三个人物的下线 第一,黄海 严格来说,黄海不能叫做下线 只是受了重伤 但是,因为其任务已经完成 并且对后续剧情应该起不了什么关键作用 暂且就这样称呼吧 黄海受伤的这一段剧情 让人看得十分憋屈 当她接到林玉的电话 来到一处杂乱的棚户区见面时 就开始充满了草点 首先,她作为国安的专业人员 追踪器却紧紧装在了手机中 门口的保安让她交出了手机 就这样,黄海和外界便彻底失去了联系 大哥,哪怕你多带一个手机 那个保安不是也没搜身吗? 其次,黄海和保安的打斗 又是充满了古早的套路 这个保安实则为林玉派来的杀手 人家要动手之前,还知道要骗你 把你提前绑起来,让你不能还手 当然,这个绑扎也确实有点不太走心 之后,黄海占据了上风 在她以为把保安打昏之后 居然开始背对着这个保安 退一万步讲 即使你看到保安昏迷不去补刀 也至少找一根绳子先把她绑起来吧 她偏步 所以,最终的结果就是 黄海差点被偷袭下线 却负了重伤 再次,朱慧赶来 却始终不叫救护车 看到黄海受伤 朱慧的第一反应 居然是一直在哭着喊叫黄海 并且不断摇晃她的头部 难道不该是赶紧打电话叫救护车吗 还是没见过这样的场面 第一时间被吓傻了 第二,火船卢 焦刚饰演的火船卢实在是到位 所以看到很多网友给火船卢起的绰号时 忍不住笑了 勇敢活活 火弩卢卢 黎玉真的是一个人间恶魔 她即将功成身退的时候 除了威胁礼堂以外 还同时对李小满和丁美希 伸出了恶魔之手 对于李小满 她还给李堂留了阴线讨价还价的余地 而对于丁美希 她则是直接痛下杀手 火船卢关键时刻 替丁美希挡下了致命的一击 丁美希的反应迅速且正常 脱下外套替火船卢 按压住出血处 然后冷静地打电话叫救护车 报出具体的位置 可是火船卢伤在心脏 没有等到救护车的到来 火船卢的下限过程 没有什么问题 只是这一切都太快了 有点像编剧集等着 给每个人都安排一个结局 最终看火船卢不好编排 就直接刺他下限吧 第三 阿良或者林玉的下限 这里第一个疑点 就是段银九从什么时候 开始注意到阿良的 后面交代 他们已经注意到阿良四年了 只是前面的剧情 几乎没有任何交代段银九注意到阿良的情节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剧集有所删减的缘故 如果说大桥上留下的尸体 已经面目全非 根据李唐的口供 以及后续的推测 最初段银九们真的以为林玉已经对阿良开枪打死 然后阿良又跳海逃跑 这里剧中还有一个细节 就是段银九通过调查发现 阿良一直在练习游泳 DNA也证实了这一点 可是反转还是出现了 那个死者不是左撇子 也就是说不是林玉 而是阿良 那么DNA又作何解释呢 可以注意到当初的DNA提取 来自于段银九指甲中抓到的林玉的血肉组织 但其提取出的DNA 却可以和阿良体配上 那么有以下四种可能 其一 法医鉴定作假 这种可能性很小 要不然林玉也太手眼通天了 其二 那天的口罩男不是林玉 而是阿良 这种可能性更是微乎其微 因为明显是林玉 如果硬说成阿良 编剧几乎就是在作弊了 其三 段银九在医院时 指甲缝中的血液样本被掉包 这也只能指向内鬼方向 可能性已经不是很大 难道是老魏 其四 林玉和阿良之间的互换 前面剧情有交代 阿良作为一个即将要被洗白的企业家 还愿意如此为林玉卖命的原因 来自于当时的湄公和不为人知的事件 林玉说 整个东南亚都以为你已经死了呢 那么阿良一定在那件事件之后 经过林玉的改造 或整容 或者干脆整个身体都发生了大的变化 从此他的身体和林玉之间有了某种相似 也只能这么猜了 最后 对手即将迎来最终的大结局 一切悬念也将揭晓 至于能填上多少坑 就看编剧的功力了